对于相邻的俄罗斯很多人都很好奇,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,随着这些年去俄罗斯留学和旅游的人增多,有关俄罗斯真实生活的信息来源也越来越多,在国内,听到最多的是俄罗斯经济下滑,生活水平下降的厉害,俄罗斯警察腐败,对中国人不友好,黑社会盛行,不少俄罗斯美女因为穷想嫁中国人等等,事实真的如此吗? 其实,到了俄罗斯你会发现传说的和眼镜维时的完全不一样,首先说说俄罗斯的经济,2016年,俄罗斯全国GDP总值1.3万亿元,这个数据与我国广东省GDP总量差不多,看起来不如中国一个省,但按照人均GDP来看,俄罗斯与广东,江苏,浙江等发达省份相当,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经济,比中国大部分省份经济更好, 说俄罗斯经济下滑是因为俄罗斯之前收入更高,近年来,有价,天然气价格下滑收入减少了许多,尽管俄罗斯经济下滑,但它的社会福利却是让我们羡慕不已的,只要是俄罗斯国籍,医疗100%免费,手术免费,住院免费,治疗免费,一个卢布都不收,所有的并没有任何例外,俄罗斯的急救车不但不收费, 而且不管你是俄罗斯人,还是其他国家的人,只要你多打急救电话,都会在30分钟内到达呼救地点,将你拉到医院救治,俄罗斯学生上学,一律免费,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,所有学校一律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,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,学生宿舍水,电,热,房租全免费, 有独立的卫生间,全年冷热水供应,冬季供暖,厨房,双盒隔热窗,热水24小时供应,除此之外,学校定期会贴出更换床单的造势,学生只需将床单被套取下,交至宿舍管理处,就能拿到清洗干净的新床单,至于俄罗斯警察腐败,这个现象是存在的,毕竟俄罗斯是个高福利,低收入的国家,仅靠微薄的薪水,满足不了自己的虚荣心, 搞点外快就成了普遍现象,总之,俄罗斯人的生活过得还是蛮介意的